加油 洗漆 消不了我 以後不要在我跟曼柔面前提起 離婚這兩個字 因為我們的婚姻 不是你們可以決定的 子漢 說得好 婚姻是你們自己的 誰都沒有資格說三道四 來來 今天照你講的一樣 以後啊 誰都不准離婚 我根本沒有答應 你現在照顧我照顧我照顧 你聽我說 你是要說什麼 你要跟事情講什麼 對 姐姐 你聽我說 我說給你聽 今天是你贏的 像我那輸 我贏 他輸嗎 對 我哪又再想去 今天好順喔 一旦幾乎就知道 發明的想去 我贏了 這次我贏了耶 真假 你當了罵面說 不能她干涉你和二嫂事 當然 我不相信 手好好的 腳也好好的 臉上也沒瘀青喔 真的假的 你不信是嗎 才真不信啊 不信你問老爸 他可以幫我當證人 真的喔 嗯 真的 哇 子安真是不真的 他真的拿出男子安 大丈夫的氣魄啊 我們桌上這麼一拍 你媽媽整個閃尿 我不信 閃尿應該會是二哥吧 可能有漏一兩滴喔 那這我就相信 其實我也是跟我岳父學的 爸 嗯 我覺得曼柔他爸在他家 非常有威嚴 你應該要像他一樣 不然你一輩子都那麼可憐 那麼怕午後 不要害我 我還想去叫我好手好腳 騎著摩托車去送信 對啊 你每次都這樣子喔 不是喔 爸不是怕媽媽啊 他是尊重媽 疼他 愛他 這樣子媽才離不開爸 對不對 對 我的三個兒子裡面啊 就是子娘最相 穩重 穩重 老實 負責 他將來一定是一個好丈夫 喔 好丈夫呢 嗯 我想喔 大嫂八次還男胎裡面沒出生了 唉唷 那 你是交女朋友了 對啊 你有最相喔 假 有啊 誰 在哪 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的 五咖啡 喔 爛死 來來來喝茶 喝茶 喝茶 好喝茶 我給你喝 你喝咖啡 對啊你喝咖啡啊 對啊 欸 瑪柔 瑪 我跟你說一件超巧的事情 我居然在五姐店裡啊 遇到我 子漢的大哥對吧 他回去我說了喔 我還以為他很悶騷咧 他確實是很悶騷 嗯 應該是說內向很害羞了一點 不過也太巧了吧 怎麼大家剛好都認識啊 啊 五姐說要約你還有你老公去他店裡拒 我跟你說 他那個招牌牛肉麵這個超好吃的 去 有好吃的我一定去 也我一定喔 總幹事 我多買了一份便當 聽說他們家的雞腿超好吃的喔 是…我已經叫外賣了 反正你的外賣也還沒到 不然你先吃我的雞腿便當 待會外賣來了 你再給別人吃就好了 不用了 我的外賣應該很快就到了 沒關係 我買兩份 你先吃吧 沒關係啦 吃啊 約會 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沒有再送外送 但我今天真的忙得完全走不開了 沒關係啊 就幾步路而已 牛肉麵 謝謝 對了 千惠已經約好曼柔跟你弟 晚上在我店裡聚餐 你下班之後就一起來吧 好啊 來 謝謝啊 謝謝 謝謝 外送到了 不好意思 富康 富康 德超啊 什麼事情啊 你穿這樣我差點認不出來 看了沒有 這台車只不少錢喔 有眼光 就七八萬而已 嗯 七八萬 哇 你那個薪水 捨得買這個車啊 當然捨得啊 而且一定要捨得 嗯 這是春花不讓我買 一個朋友送 我帶你去認識他一下 保證你啊 嚇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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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啊 他就在這附近 我們走過去找他一下 你看到他的表情啊 一定會跟你剛才的表情一樣 嘿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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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錢咩 你是紅錢 就是當年那個吃香喝辣 魚翅燕窩 紅錢脫爐的那個土豪紅錢嘛 就是我 巴黎文 一路土豪 尊生土豪 當初我們在當這醫療年的時候 紅錢咩 他就是那個火房採買的啊 每次玩點名玩的時候 他就說 來喔來喔 來騎士賈火一口 就是啦 就三十多年了 哎呀 你怎麼越娃越年輕 跟醫官再次報告一下 因為我沒有老婆 報告了我林醫官 他不是沒有老婆 他離婚兩次 難怪活得這麼自在 結婚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請他來啊 那時候他在國外啊 不好意思啦 很可惜 沒人來得及 參加你們這兩家的 沒人順勢 不可惜不可惜 反正你來也是看笑話 讓開事情別說了 來吧 福康 來 看一下 來 啊 啊 那一妹啊 他就是喜歡換車 他車子一騎膩呢 就換一部新的 你看我那個車子 就是他換車之後啊 送給我的 不改土豪的本性 那一妹 換車跟換老婆 一樣快 是 福康 想換嗎 想 都不敢想 換老婆咧 我不是叫你換老婆 我的意思是說 我家一面還在舊的車子 如果你想騎的話 就拿去騎 送你 欸 我突然想到 我們這三千六個票 如果能夠騎的車 是享受追風的樂趣 我想到這裡 我騎摸一個 拾不靈洋了 欸 沒有啦 不要在這裡秧啦 我們在門口聊 要那麼興奮幹嘛 我們這麼久沒見了 我親兩位啊 是好的 這間這麼貴的呢 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什麼 飛了幾圈 但沒看見什麼特別的數 會不會像你說的 根本就沒有百年咖啡室 是騙消費者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上來 證實這件事啊 如果沒有 我就要上網揭穿她的謊言 讓她知道 坐那種偶下場 但是 這次會不會用迷路啊 這次你放心 我準備了 無人機 餅乾 泡麵 碎袋 還有手電筒 最重要的 指南針 水槽 現在三天三夜在這裡走不出去 也不用害怕 這擺明就是 做好在迷路一次的準備嘛 看來我這真的是 省命平均之後 所以你決定好要往哪走了嗎 上次林雨柔說 我走錯了方向嘛 往這裡走 出發 出發